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453回 侠公主等人哪 更是目瞪口呆 这形势变化之快 他们目不辞见 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摩哥对他们说 向这边撤离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可是当名匪大步想锁定他们的时候 所有的人脸色无不大便 都认为啊 此次逃无可逃 而突然抱起的涅布却在转瞬之间 把这名匪呢 打的是七零八落 心思缜密之背 看向左墨的曝光 不由自主的带上了一丝畏惧了 麾下有如此强悍的战步 却隐忍不发 聚集所有民众 布置偌大的战争群 只不过是为了迷惑民匪 而为了给涅布的创造一击致命的机会 他甚至于啊 不惜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丢出来做诱饵 好深沉的心机呀 中年侍女呢 忍不住惊叹道 侠公主的目光一直未曾从左墨的脸上挪开 等她注意到 昨末眼中一丝恶然的时候 不然哑然失笑 说不定这是个意外 意外 中年侍女有些惊讶地看着侠公主 往日聪明无比的侠公主 似乎变笨了许多 她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是意外 这些布置思思入寇 无不恰到好处 可她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啊 都被她当成了诱饵 这小子啊 说不定以后啊 真的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听完这话 侠公主是奄然一笑 众人浑然不知 左墨此时心中的震惊 比他们毫不逊色 别寒竟然如此的生猛 她都看傻眼了呀 涅布的魔纹在她手上转刻 她很清楚涅布的实力 但是涅布在别寒手上 发挥出的威力 远远的超乎了她的想象 如果知道涅布这么强 自己还需要去布置那么多吗 她最初的计划 是不断的削弱和牵扯涅布的力量 给涅布营造突袭的机会 制造出短暂的混乱 但是真正致命一击 却是拉着所有的降阶 硬闯明匪中军 取下明辉的首级 她甚至做好了准备 如果诸可几个人不同意 她就把几位公主和各大首领扣下来 然而战斗的演变却完全超乎了她的预料 别寒率领的涅布如入无人之境 硬是把冥匪打得没了脾气 琢磨心中一阵苦笑啊 早知道这样 直接放别寒不就啥事都解决了吗 看着危险解除 左膜绷得紧紧的神经 也不由自主的松懈了下来 她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但是看着混乱的人群 她却不由轻叹一声 其实她布置的战阵群 是故意的流出了一丝破绽 因为她知道哪怕人数再多 这些没有训练过的民众 是根本不可能抵挡民匪的 种种布置 有的残酷 有的没用 死了很多人 但是终于胜了 大家也能活下来 兄弟啊 我就知道 一定行 蓝天龙大笑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她后边的个人的脸上 都是抑郁不住的狂喜之色 左膜转过身想笑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她心头没有什么伤感 但是也没有多少喜悦 蓝天龙一个剑步上前 给了左膜一个大大的拥抱 众人呢 轮流上前给她拥抱 正当其中一个人准备拥抱的时候 左膜背上的逆龙爪猛然一看 左膜抖然一惊 几乎是同时 她心中的警召呼声 想也不想 手中的天反星脉轮呢 猛然向前一挥 身形骤然而退 一道阴恶寒至极的黑芒 自下而上 擦着左膜的胸腹 阴恶寒奇鬼无比的气息 色力的左膜浑身的汗毛 根根植树啊 偷袭者没有想到 左膜在心神松懈之际 竟然应变还能如此之快 双方距离极近 如此近的距离 她断无失手之理 哪知道对方竟然像是早有所察觉了 一击落空 她没有来得及逃离 天反星脉轮有如一烹火星 已经飞到了她的面前 她脸色皱面 肖魔哥以审议内一战 破解孔雀亡灵所用的杀招 她怎么会不认识呢 但是双方的距离太近 尽到她没有时间 做出任何的应变 在她惊恐的目光当中 天反星脉轮化作了一烹火星 落在了偷袭者的身上 她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便被烧成飞灰 火星重新回到手中 化作了缓缓流转的星纯手轮 蓝天龙等人无不骇人失色 这番变故太快了 电光火石之间 偷袭者便烧成了灰烬 他是安七公 他怎么会偷袭你呢 蓝天龙反应过来 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涩 安七公混在他们这些人之中 显然那是打算利用他和肖魔哥亲近的关系 竟然算计到老龙的头上了 蓝天龙忽然压低了声音 怎么 要不要我去查查 刚才那一刻呀 昨末是真的吓到的 但是此时呢 他却迅速的冷静了下来摇摇头 哎 不用查了 想了想 他接着对蓝天龙说 你那去找几个人 让大家伙呢维持一下秩序 以免有心而使坏 好 要是被老龙找到使坏的家伙 一定要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完了 蓝天龙一脸阴沉的 转身离去了 别寒 眯起了眼睛 看着对面还剩下的三千鸣匪 身后的涅布 依然在以惊人的效率 收割着鸣匪的生命 他眯起在眼睛里边呢 闪动着一丝光芒 他就像是憋了许久的老虎 刚刚这场如此短暂的战斗 还没有办法满足他 但是 刚刚还溃散逃命的 明飞惊慌失策地逃回来 糟了 不好了 不好了 雨帅 雨帅来了 雨帅 这个让明飞惊慌失措的名字 就在人群中呢 引起了一片的欢呼吹声 许多人甚至啊 喜极而泣 雨帅的声望比起明飞 那可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呀 无论如何 雨帅绝对不会对付他们这些人 诸可当然脸色也放松了下来 他们这些家族与雨帅都颇为友好 人生安全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唯有霞公主呢 他脸色微变 他担忧地看了眼琢磨 琢磨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来者不善啊 他身边的曾梁二眼中的杀鸡一闪而逝 在他突破的最关键的时候 雨帅派了几个人竟然试图用他来强压父亲 这笔账今天有机会要算一算的 别寒呢 仍然是没有畏惧 刚刚与明飞的一战 他还意犹未尽 眯低眼睛望向远处天边 体内的战意肆虐 麻烦抹了把脸抬头 看了一眼外面黑压压的修者摇摇头 看下来一时半会儿他们是不打算走了 外面的修者呀 是公爷小荣率领的天环战部 不出公孙的意料 他们果然出现在蓝礼界 向助手在这里的神武营发起了攻击 试图呢夺下这道混沌裂缝 好在麻烦一直是小心翼翼啊 不敢松懈 每天的探少不断的往外放 他的小心起到了作用 探少发现对方的踪迹 提前示警 收到了警报的麻烦 立即整隔一带 因为担心守不住混沌裂缝 要塞的扶阵建设呢 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比起小娘在的时候 扶阵群的规模呀 扩大了三倍有余 甚至于在战斗开始之前 扶阵群还在扩建 这让麻烦的底气足了不少 事实上 蓝礼界的冲突不断 麻烦他们的探少与妖族的探少 也是经常的发生摩擦 好在妖族驻守的战将 似乎也无异于开启战端 虽然说这小麻烦不断吧 但是双方总体来说 还是相对克制的 甚至于保持着某种默契 龚爷小荣 见偷袭没有成功 便转成强功 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扶阵群 龚爷小荣呢 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 但是龚爷小荣深知 这条混沌裂缝 是他们回到修真界 最近的通道 龚爷小荣的攻击 极其的猛烈 完全不计生死 战斗惨烈异常 要塞的扶阵群呢 几乎损坏过半 而这些扶阵群的周围 堆满了尸体 天环战步 他们堪称豪华的法宝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样他们基本能够 抵挡一两轮的攻击 麻烦的玄武营啊 打得极其的辛苦 要塞一度险些失手 情况紧急之下 魏影那及时的出现 稳定了防线 然而这些天环修者 却不知疲倦 不计生死 如同潮水一般 一波又一波的 发动疯狂的攻击啊 麻烦都算不清楚啊 到底挡下了多少波的攻击 贤武营的战损超过了一半 麻烦不得不把作为 预备异的青龙营 补充到玄武营 新人呢 在这样惨烈的战斗当中 死亡力极高 整个青龙营 名存实亡 能够存活下来的 无不是那些 能够迅速的适应战斗的修折 但是防线 倒是越来越稳固 大家开始逐渐的适应 如此激烈的战斗 怕个鸟 雷鹏大吼道 咱们现在也算是见过世面了 天魂不过如此 来多少杀多少 他们没有补充 经不起杀 这仗我们赢定了 年龄听完以后 慢条思理的说 只是不知道能从小年大人手上 讨到什么好的奖励 他英俊的脸庞满是尘灰 不过同样的 他的眼睛异常明亮 周深的剑意涌动啊 这场战斗 虽然说艰难无比 但是熬过来 他们每个人进步都极大 没有什么比战斗 让人的进步更快的了 公以小荣 深深的凝视着 已经残破不堪的要塞 面无表情 对方的主将 已经率领主力离开 这按理说 是一个天赐良机 这是促使他下定决心 攻要塞的最重要的原因 攻打这样的要塞 对于任何一位战将来说 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公也小荣 要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场战斗 会死很多的人 打到这个份上 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了 对手的顽强超乎了他的想象 公孙的厉害 他早就领教 他很清楚 那是一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实力派战将 虽然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公孙到底属于哪个势力 公孙率领主力离开 公孙小荣心头最大的一块障碍被扳开了 哪怕他知道这样的硬攻战 死伤必定惨重 但是他依然充满了信心 只要他愿意付出代价 那么就一定能够攻下要塞 然而这个神秘的势力再次给他中击 要塞里那位不知名的战将 几乎是他见过的最顽强的战将了 这位战将的战部实力并不出色 比起公孙的战部要差得远 公爷小荣呢并没有放在眼中 但就是这么一位无名的战将 这么一只他不放在眼中的战部 却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根本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 稳如磐石 而且细心的公爷小荣发现 对方的战部正在变得越来越坚韧 经历这场战斗 这只无名的战部会脱胎换骨 变成一只真正的精锐 而他们天环战部呢 却成为了对方的魔刀石 以无望之战再打下去 徒增死伤啊 公爷小荣沉默了 他自小才华横溢 在天环这样的大门派当中 也是顺风顺水 受尽了门中师兄弟们的崇拜 和长辈的爱护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一败再败 看着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战部 看着那一张张 茫然看着他的脸庞 他的心中是骤然一通 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他知道 所有人呢都在等待着他的决断 我们走 他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说出了这三个字 沐西听完手下的报告 若有所思 大人 我们是不是去夺下那条混沌裂放 对方九战一提 现在公爷小荣也退走了 他们心神松懈正是良机啊 手下呢忍不住说呢 连续的胜利 让沐西在公湖牧师的地位越发的牢固 他如今呢是公湖牧师毫无疑问的第一战将 已经有资格参加族里的重大决议 如此年轻就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族内的历史上可还从来都没有过 沐西呢摇摇头 我们夺下来有什么用啊 如今我们能够守住本届就已经不错了 你们不要小看对方 能够抵挡公爷小荣拼命的战将 别的难说 擅守这一点只怕难有人急啊 这手下有些不服气 他就接着说道 别以为我们让公爷小荣吃了点小亏 就骄傲自大 别忘了 我们从来没有和公爷小荣正面交战过 能让联军覆灭 公爷小荣是极其厉害的 我们要尽量的和这个势力交好 他们胆敢与天皇为敌 缩托不小 自然需要盟友 可他们是修者呀 看清大事 如今天下混乱 不出十年 修者妖魔鸿沟 必然打破 听了沐西的话 手下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他眼里的目光 就把话咽了回去 沐西忘了手下离开的背影 目光闪动 他知道 自己啊 还是太年轻 哪怕接连取得胜利 足备不服之人 还是很多的 也许 也许自己应该亲手 创建一支战步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沐西就再也无法从脑中 抹去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454回 第454回